5月申报综合所得税 时间过得很快 已经过了三分之一的时间 除了推广健保卡加密码的报税方式 如果要赶在第一批退税的话 国税局细子集争处就提醒 可以多多利用网络报税 现场也有人员可以协助 呼吁民众尽早申报 5月是综合所得税申报时间 报税过了两个礼拜 来到国税局细子集争所 在10楼的报税会场 还是有不少民众来报税 只是要如何才能赶上第一批退税 除了网络报税 另外税额试算退税的案件 只是要采线上登录才行 今天已经是5月11了 所以昨天是第一批退税 人工申报案件的最后一天 那这边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税额试算的申报案件的话 你只要采线上登录回复 或者是利用免付会电话登录回复 电话是0800000321 一样可以符合第一批退税的要件 那还有就是采线网络申报的 也可以符合第一批退税的要件 一样强调税额试算 补补不退的案件 一定要记得回复 让明年才会再收到税额试算表 还有就是持续推广 建保卡加密码的报税方式 另外再提醒大家 今年从去年开始 财政部就开始推 建保卡加密码的申报服务 所以民众带国税局来 除了带身份证之外 也另外再吸到建保卡 那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 协助你下载所得资料 才凭证申报回复 那另外再提醒大家 今年税额试算案件 如果不补不退的话 一定要记得回复 这样明年才会再继续收到 税额试算表 报税的日子 从5月1号开始申报的 综合所得税 国税局细子计真所 和网年一样 也在10楼布置会场 有查调所得区 以及网络申报辅导区等等 民众一进来的话 在门口你可以先抽取号码盘 如果你只是单纯要查所得的话 那就是抽查调所得的号码 那如果你有带评证 自然能评证或者是建保卡 你就可以直接抽 辅导申报的号码牌 不用抽两张号码牌 那一开始这边是先查调所得 那如果有评证的话 我们就直接到5到12号柜台 都可以帮你做辅导申报的服务 今年所得税申报时间 一直到6月1号 怕大家都挤在最后几天 可能得大牌长龙 呼吁纳税义务人尽早申报 或是多多利用网络报税 省施又方便 九层慧玲 徐子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